另外来看到如何要做好观光的行销推广 玉里镇代表张明慧在今天的镇镇总质询上 希望有多一点的玉里镇印象连结 来吸引游客来观光 如何加深观光客对玉里镇的印象 正代表张明慧就以屏东芳辽站为例 就是以当地人农产品联屋异象做成椅子相当吸睛 希望镇公所能够将玉里镇的吉祥物雄赞 搭配镇上的庆典或者是农产品 有新的服装配饰吸引游客的目光 图像记忆法用什么去带路 而且你不要一层不变的 你今天除了玉里可能就是一个大西瓜 西瓜它也可以很容易很好做造型 很好去做改变 可以做很多的Q版的 可能玉里真的很多很多有局限 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做的建设硬体 你只能用我们现有的去做改变 用现有的去做一些装饰 不要那么单调 你就是那如果有钱的话 能够做一直换一直换 那是更好啰 而且做的每一个角落每个地方都有 玉里镇长龚文俊对于正代表张明慧的建议 相当感谢并表示 玉里火车站的熊站一共有五只 而今年又是两年一次玉里镇联合丰年节 也将会与原新客尽快研究 如何将熊站穿上原住民服饰 告知来往的游客 两年一次的玉里镇联合丰年节的活动 记者综合报道